告诉你2020年最赚钱的6个行列 如果你正好为了明年应该干什么而苦恼 那就把这个视频看完吧 大家好,我是哥马 喜欢一切关于金钱的话题和研究各种赚钱思维 关注我,提升财商 一步一步实现财富自由的目标 好话不多说,记住正题 第一个,睡眠经济 全国有63%的9年后睡眠存在障碍 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受 每天就晚上这点时间属于自己真心不舍的睡觉 久而久之,你再想睡就拿漏 如果你也被失眠折磨过 那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词 就是睡眠产品 大概有睡眠药物,睡眠器械用品,睡眠保健品和辅助睡眠APP这么几大类 还有一个冥想类的APP 弄一个会员的话就要几百块 患者这样描述过失眠的感受 左脑就像有亚路肌亚鬼一样 心脏又狂跳 然后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告诉你去死 所以八成的患者他非常愿意用金钱来摆脱失眠 而且相对于其他消费领域更加的不理智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伤势 第二个,闲置经济 2020年闲置经济的规模将超过一万亿 现在每天在闲鱼平台上有超过一百万人发布二百万件闲置物品 累计发布闲置物品的数量已经有将近十五年 年轻人们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很多东西他没必要非得买新的 甚至有些东西租回来用过几天再还回去就是了 这些年的网购培养了一大批的多收藏 很多东西买出来根本没有用过 在二手市场你经常会买到那种十种新的商品 这也将成为90后00后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 闲鱼经济的爆发也许就在这两年 第三个,猛宠经济 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家户院捉老鼠的这些小动物 确保我们人类都奴役了 我们呢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蚕食的 2018年国内的宠物市场消费规模已经达到了1708亿 较2017年相比呢已经上涨了27% 这些愿意为宠物消费的人群中 75%是80后90后 87.5%呢是女性 领域分类呢主要有宠物美容宠物食品 甚至宠物用品现在都有网红款了 还有宠物医疗 我母亲家的猫前两天得了脂肪肝 刚刚花了4000多块 还有宠物游泳啊游乐园啊 最后还有宠物殡葬服务 我的天哪 第四个懒人经济 淘宝发布的懒人消费数据显示 2018年我们消费者为偷懒这件事 花了160亿元 比2017年增长了是有70% 其中呢95后是喜提最懒高原 增幅有82% 今年的双十一 增幅最大的商品是扫地机器人 增幅有400% 这个呢是淘宝热搜五大懒人神器 第一个是肥宅快乐椅 懒人饮料帽 懒人牙刷器 懒人火锅 懒人嗑瓜嘴神器 我的天哪 真是脑洞大开 花样烦多呀 类别的话呢 还有懒人运动 懒人美妆 懒人电子产品 懒人娱乐 懒人素食方便食品 这个懒的市场啊 绝对要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得多 在这个喘气的觉得费体力的年代 你还有什么灵感呢 第五 短视频直播 网红带货 现在顺客美女们呢 开着直播 聊着天就把生意做了 单场五小时直播 最高销售额1.5亿 一件商品最高销售额2700万 2018年销售总额是27亿 这都是第一女主播 威亚创造的记录 详情感兴趣的 可以上之前的那个视频看一下 这个最简单 成本又极低 回报又无限大的行业 就是最典型的反脆弱性行业 第六个呢 是夜间经济 北京上海 天津广州 南京重庆 都已经推出了 促进夜间消费的相关举措 而且这一趋势也慢慢从 一二线城市 向三四线城市辐射 广州的服务产业中呢 有一半都是来自于 夜间消费 而重庆就更高了 高达三分之二 还有一天呢 工作繁忙 节奏快 下班后可以去逛逛街 也可以到酒吧喝两杯 还可以去打卡网红餐厅 或者是去 24小时书店看看书 但是呢 在限制游客夜间体验的因素中 50%的受访者 他担心的是安全问题 26%的受访者 他担心的是交通不便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痛点所在 哦 那你在这些痛点中能捞到金子吗 好了 这些机会我就帮你摆在面前了 想好进入哪一个了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哪怕对你有一点点启发 制作视频不易 就帮我点个赞吧 也是激励我创作出更多的 优质干货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下期见